我們今天這個貴賓 第一位等一下我們會看到的 應該算是台北社交名媛第一名吧 是第一名 妳有不甘心嗎 她那麼沒風度啊 沒有啊 就是每次在報紙上看她的照片 就是心會一揪 想說怎麼可能有人 隨時都這麼漂亮 妳有不甘心嗎 妳認識她以來她都不發胖了嗎 每次跟她見完面之後 我就想說期待下一次看到她 變一個大肥豬 結果一次都比一次漂亮 她今天帶了一個他們家的 算親戚吧 是親戚 然後也是名媛 對 可是妳覺得他們兩個是競爭關係嗎 我覺得因為避免競爭 所以故意走比較不同的路線 各自有代表性 好 我們歡迎這兩位出場 歡迎 小心...歡迎 歡迎 林木杰小姐 林木杰小姐 OK 所以你們兩位有親戚關係嗎 沒有 沒有 只是朋友而已 所以有親戚關係的是廖小喬 對 廖小喬是她先生的妹妹 OK 所以這兩個是朋友 對 那有在競爭嗎 沒有 沒有 不可能 沒有 所以妳是說看到對方的時候 真的會在心裡 心服口服的說真漂亮 對 永遠都很漂亮 可是她不在場的時候 妳應該會跟別的朋友 一起講她壞話吧 還好耶 不因為她好朋友是我小姑 所以不會 也會 小姑一定要講 小姑壞話不是很可以講嗎 很好...所以不會啊 那妳心裡不會默默的祈禱 希望孫妤趕快發胖嗎 也還好耶 好啦 圓圓 她有沒有胖過 沒有耶 我真的是小乖就是這樣 然後妳知道孫妤很久沒有來康熙了 可是她沒有來這段時間當中 CD一隻在問說 誰是廣告天后的時候 我就會說是妳啊 真的嗎 然後她就會說妳根本 只有 可是我每個集都有看 因為我算過妳大概五隻 我十隻 而且妳很喜歡說 林志玲六隻 她是神秀才要放過一次 所以她每次廣告出現在畫面上的時候 妳會在那邊想說 怎麼又多一隻這類的嗎 心裡會想說 又找她 她又不缺錢 對啊 社交明明為什麼要來跟妳明星競爭 妳們幹嘛競爭我們的地盤啊 妳在想什麼 我沒有在想什麼 因為那個冰箱廣告應該是我的 妳知不知道 其實也滿適合妳的 對啊 對 可是 妳是說 妳在找妳代言之後賣得很好嗎 我的牛仔褲是銷售第一名 牛仔褲的單價比那個要便宜一點吧 可是就是不同領域 因為像她就接不到牛仔褲的 牛仔褲妳沒接過嗎 妳可不可以激怒她 因為她現在還是競爭牛仔褲 妳不是又碰到一個敵人 沒有啦 其實因為我當媽媽很久了 所以冰箱 家電這種 很適合主婦去拍的廣告 妳是辣妹 所以就不一樣 可是妳走在國外 老外應該還是會不斷的搭勝吧 就不會覺得我是有小孩的媽媽 他們今天四個名媛當中 有一個人要講一個在國外的豔遇 可是是一個跟60歲的男人的故事 這個要聽嗎 我覺得可以不用吧 對啊 好 今天呢 孫雲帶了三個她的朋友來 那妳自己來過康熙 那時候是微風剛開始的時候嗎 很久耶 很久以前 然後他們四個人 好像最近又要做別的事情了 然後他們今天要展示的是 當季的時尚打扮 對 所以這兩位到目前為止 通過妳的髮眼嗎 我覺得 妳就跑到那邊去 他們會在落陀跟那個長頸路 我們剛剛自己已經發現了 所以妳如果站到長頸路前面 妳就會化身為長頸路啊 然後她如果過我們那個班 那個格子樓梯 就會突然看到她 突然看不到她就 對啊 因為我直接比較適合後面那一個 是 所以這個打扮有讓妳覺得敬佩嗎 有 我覺得她的腿真的是 沒辦法 沒辦法不多看一眼耶 OK 所以妳們已經要出保養品 小瓜還可以一直是 化妝品 化妝品 所以跟膚色無關嗎 無關 就是有一點黑是無所謂的 就很黑也沒有關係 可是明明上次來沒有這麼黑耶 她上次來是白的 我喜歡曬黑 妳最近要走黑的路線 沒有 其實我已經走黑的路線 三個暑假了 我很喜歡 因為我皮膚很白底的 所以很容易白 那我就會很想要很黑 然後去夏天的時候這樣很健康 時尚名媛會走台步嗎 他們會 可是他們要如何走出比較 不是模特兒的那一種 我覺得就放鬆走自己的路線吧 不是吧 應該是她先走一遍吧 誰還會想看我啊 誰不想看喔 誰不想看喔 誰不想看 誰想看 誰想看 妳這個太做作了 我拿手 妳這樣不像兩家 風浴風浴 妳在淘醉什麼事情 現在怎麼樣 浴火分身 好 我們現在是玉莎姐 請 她這樣比較有規復調對不對 低調 有一點矜持的樣子 對 不能太張牙無抓 所以皮膚要這樣拎對不對 對 皮膚一定要是...明明是很高級 可是你不能拎得好像是很在乎她 要有點不甩刮刀也沒關係 對 就是說我家就很多這個 我拿一個沒不在乎她的 好 來 林木姐 該是要提早嗎 妳已經喝酒了嗎 今天這幾位名媛呢 有一件很慷慨的事情就是 要把包包讓給我們看 所以那位...你是... 不好意思 雖然我長得很像小開 但是我是擔任保鏢 妳插在耳流上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耳麥 就是說... 這不是耳麥 是電話線沒插嗎 不是...這是聯絡的 沒有 他應該是要接到哪 現在接到這兒嗎 這樣應該才透過 喂... 等一下 喂 好 OK 有同... 聽到...謝謝 Over... 保鏢可以... 可以麻煩你 沒有 妳想把他們兩個的包包 幫我們放到這邊來嗎 沒有 好 謝謝 好 謝謝你們 給我們保管一下 兩位請坐 歡迎 謝謝 好 孫雲跟林木杰小姐 接下來還有兩位漂亮女士要出場 歡迎他們 歡迎他們 哈囉 你好 你好 歡迎 所以他們四位真的有分配服裝 顏色嗎 我們今天其實... 妳站到那個桌子前面啦 拜託 來... 妳覺得我會... 真的會消失啦 顏色... 可以...安全... 廖小喬呢... 好熱啦 所以他們今天是來我們這邊玩躲摸摸的話 廣場 好 廖小喬今天的打扮 妳覺得跟剛剛兩位比起來 我跟妳講在派對 比較容易被大家注目的 就是多少要露一些腿 或者是鎖骨之類的 像孫雲這樣 對 小乖這個打扮就是很容易登上大板面 那他呢 然後他就會 比較小格說